其實我最想說的是,因為我們上去的時候,他有Visa 但我給錢的時候,他竟然說沒有 然後又說,不是吧,我身上只有兩張20元 你說沒有Visa,剛巧我朋友身上只有20-30元 加起來也不夠給,加起來也不夠給 然後呢,我跟他說我有這樣的情況 我立刻問他跪完機在哪裡,叫我朋友坐在那裡打彈,我按了錢 然後呢? 誰知道那個老闆竟然說,其實這個情況也很經常發生 然後,嘩! 印度是無理講的? 不是,那個中國面孔,我不知道是不是老闆,收錢 可能是Mix來的 橋寶寶 然後跟我說,不是不是橋寶寶那一隻 然後跟我說,嘩!然後我就明白了 嘩!你這樣推我上來,說有Visa 要不然你就算是,你想我上來吃 你也給我按了錢才上來 不用有,在這裡又下去,按錢又上來買單 我覺得應該比較麻煩 不好就不好再,我覺得這件事真是最差的地方 你說人有得簽卡,但是沒有 唉!我覺得是非常不開心,還有麻煩的這個經歷 我們說回那樣,這間店鋪在網上的網站 有些好評多不多? 根據Openrise,其實這間店鋪呢,好評是多的 其實呢,笑就有110個 其實算是很多 很誇張的 OK就有37個,哭了15個 但是你覺得,如果你要給他 我就真的要給他一個哭 你說食物是不是真的值得我特地走來吃呢? 不值得的 是的 還有呢,他的服務態度呢,不一般 是的 加上,又被人點了,說有Visa 又要下去按錢上來 那裡呢,其實那裡的電梯呢 通往,那裡是七樓嘛 重慶大廈七樓嘛 只有一架電梯是通往七樓的 另外一架電梯是單數,一架電梯是雙數 那麼呢,其實那棟大廈呢 有很多的咖哩餐廳 印度餐廳 所以呢,其實我等了四五輪的電梯呢 都沒有下去 然後最後我要走樓梯下去 那那條樓梯是否讓人害怕呢? 那條樓梯是不讓人害怕的 那條樓梯是不讓人害怕的 那條樓梯是比較滑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被人滑呢? 是你被人滑還是條樓梯呢? 太滑 滑一點,是的 哇,其實那些餅多油 是的,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要命 嗯 上來也是走的 上來就不是了,上來搭電梯 都等了多久 OK 那你現在呢 你會不會下次再去重慶大廈 會再試 因為你之前說收到這麼多的卡片 我丟掉了 你的卡片 哇,你VIP都丟掉了 VIP都丟掉了? 我真的,我吃完 就馬上丟掉垃圾桶 為什麼呢? 例如巴基斯坦咖哩也不同 因為我不會再去吃 為什麼呢? 我覺得不值得 吃壓活隔 因為你那裡 你重慶大廈那裡 很多印度人居住 沒錯 其實北印度和南印度 是有分別的 沒錯 所以呢 其實呢 你不應該藏在一間店舖 而判斷 成坑大廈 不應該去 對,你說得對 但是呢 令到不開心 那些人呢 這樣點你上去 你真的很生氣 你還要等 等又等得久 你下去按錢又上回來 天氣又熱 走到新水新汗 我上來給錢的時候 背部都濕了 是啊 那你說 是不是真的 如果純粹以一個 這個食物欣賞嘗試的角度呢 其實應該要再去幾次 但是其實 我覺得 不好啦 你待會又被人點了 待會 說 啊啊啊啊 有 有嗎?有 這樣 那你下次要帶點現金上去 要啦 要帶點現金 其實你不對 你出街不帶錢 就要去吃飯 喂 不是的 他出街又帶錢去 大家四十元 有帶錢 四十元 我已經問他 又不能簽Visa 其實我就算身上沒有現金 你都應該可以的 是不是 對 對 下次多帶點錢出去 那今天這麼難得 就請了兩位嘉賓 沒理由只是聽我在這裡掃苦 是不是 那兩位嘉賓 聽聞呢 你又帶了一些東西 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啊 阿Joe 不如你講一下 今天呢 小弟了 第一次在這裡講話 今天帶了一些東西上來 再見面禮 其實大家都會常常見的 是 歐陽正都賣廣告的那樣東西 哈哈哈哈 是不是俊理學校 不是俊理學校 是說食 現在呢 跟食有息息相關的 剛才他說咖喱 咖喱辣的 是怎樣喝什麼 最好喝呢 比如我呢 喝冰水 冰水就可以 沒有味道 但是喝檸檬茶 很棒 但是呢 市面上呢 有很多的紙包檸檬茶 很多的品牌 有維他 有陽光 有雀巢 另外有卜卡咖啡那些 另外有很多康師傅那些 有很多類型的檸檬茶 其實呢 我自己的心得呢 我個人呢 就不喜歡喝陽光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太甜 那你喜歡喝什麼 維他 為什麼呢 因為維他 就是歐陽正 這是其次 可能什麼樣子 都是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 它的甜味 酸度 還有一些茶 混合在一起 真的很適中 不會太過甜 哇 陽光的感覺 好像在喝白糖 白砂糖的檸檬茶一樣 這次的檸檬茶的精髓在哪裡呢 檸檬茶的精髓 最重要的是 就是 茶跟檸檬一定要混合得好 不可以太酸 也不可以太癡 也不可以太癡 但我有一個問題 他說 這個維他檸檬茶是癡的 它標榜 就是癡味 但是有人說 如果檸檬茶沖得癡 真的充得不好喝 他叫做 癡得起 他不是說 很癡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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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又看 哈哈 哈哈 再又寫 哈哈 哈哈 癡得起 就是怎樣 癡得起 很明顯 這個廣告的對話 就是針對陽光 因為陽光 給人的感覺就太甜 喝下去 就算少甜也好 都很甜 真的很甜 你感覺上進去好像是檸檬加白糖 再加茶 其實陽光反而適合我 因為市面上這麼多檸檬茶選擇 其實我覺得是好事 陽光呢 沒錯 是甜 但我本身這份人比較喜歡喝甜的東西 就算平時去茶餐廳叫凍檸茶 我都說凍檸茶 很多人流行說小甜小冰 我不是 我喜歡多甜 是的 你瘋了 不是 因為個人的口味 是的 另外我剛才說的那款是雀茶方面 雀茶罐裝的也挺好喝 都不錯 但雀茶檸檬茶混粉那種就不太好 很酸 很堅 現在還有沒有溝粉嗎 現在還有溝粉 還有的 即是在大型的超市那裡就有溝粉 都挺值得喝的 一瓶可以沖到三十多四十杯 都可以 但是值得喝還是值得喝 難喝就是難喝 但如果你說維他檸檬茶呢 他除了是 沒錯 他真的配合得剛剛好 很有茶的味道 但我覺得那隻劫子喝完之後 喉嚨很辛苦 好像卡住卡住卡住 卡住卡住卡住 卡住卡住 所以我就對這個維他檸檬茶 不是這麼喜歡 而我對陽光太甜 就會夜淡 所以 就不是這麼困難 我們說了這麼多檸檬茶 其實有很多可以介紹一下 現在因為 除了喝紙包檸檬茶之外 其實那些茶餐廳沖檸檬茶出來的 師傅也很高技巧 嗯 其實那個人有什麼心得呢 對於那些沖出來的 師傅沖出來的檸檬茶 檸檬茶 我有啊 我覺得應該要拿檸檬才拿冰 為什麼 說得對 為什麼呢 如果先拿冰 通常那杯東西呢 它會針出來 就應該會 要刀是不是 對 通常會滿 其實還有一些冰會浮的面 還有檸檬會浮的面 其實就是有個空間在那裡 有個東西 如果你一刀下去 可能會寫出來 那如果拿檸檬才拿冰呢 那刀上來就會方便很多 我很認同他的說法 我反而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裝個器皿 這很想說 因為現在有些店舖 就是叫做多X魚的那些 因為那些用那些杯 你可以說髒話 就是叫做多膠魚 知道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杯下面好像蓮花杯那些 底部已經很幼了 還要刀它 我試過幾次都寫了 是 是 那他不賠給我 那我就說我自己 但是呢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他用了 杯底這麼小的 來刀檸檬 除非是 膠的 是膠的 即是很高 除非他那些檸檬切到 就像杯底這麼小的 那他刀都可以 只是頭而已 但他大塊那些 我都不明白怎麼刀 反而我又不喜歡 是用一些金屬掣 那些來裝凍檸茶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的杯子 因為很冷 你喝凍檸檬茶 你抓住一杯來刀的 是 如果你冬天 喝一杯凍檸檬茶 哇 真是要命 哇 有用金屬掣的杯裝凍檸檬茶嗎 有啊 有啊 在長洲某個街市的熟食中心 是用那些叫做金屬掣的杯來刀 真的 哇 夏天真是棒 但是冬天真是要命 冬天真是要命 是啊 逼你喝熱檸檬茶 哈哈 但是他熱檸檬茶 不知道是不是用那些杯裝 真的不知道 嗯 另外呢 啊 到阿叔伯 你對於檸檬茶的講諾 有什麼意見 如果你熱檸檬茶熱啦啦 碰也碰不到 是啊 應該不會的 那你有什麼意見呢 蘇伯 檸檬茶 其實比較喜歡喝雀檸檬 多一點 雀檬檬茶 是啊 為什麼呢 不知道 小時候呢 打球的時候 那時候呢 最喜歡喝雀檸 因為那時候呢 只有雀檸檬 雀檸檬就只有罐裝 嗯 那感覺會比較冷 咦 你說起也是 其實呢 我初中的時候 雀檸檬呢 在我眼中呢 是很受我身邊同學的歡迎 我也是啊 然後出了冰極呢 更棒 你喝完 打完球呢 一喝下去 爽啊 其實呢 我覺得現在市面上呢 有很多類型的檸檬茶 有什麼青檸啊 又有什麼小甜啊 又有什麼冰極 就是我覺得呢 越攪越和 已經是失去了去喝檸檬茶的震體 嗯 那是什麼震體呢 震體呢 就好像喝維他那種震體 嗯 就是比較 喝下去 一喝就知道是真的檸檬茶 嗯 但是你現在變成了好像冰極那些 喝下去就只有涼 感覺不到在喝檸檬茶 嗯 如果你說檸檬茶呢 有一件事是很喜歡的 就是呢 不是普通檸檬茶 叫做龍鳳檸檬茶 龍鳳檸檬茶 嘩很貴的 嘩 特飲價錢 茶餐廳特飲啊 茶餐廳特飲 這隻好在呢 它有兩隻檸檬啊 一隻就是普通酸的 另一隻就是咸檸的 是 這隻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我試過一次 你咬下去呢 喝到喉嚨那裡 是很舒服 是很潤喉的 其實呢 咸檸檬這件事呢 就是配到任何東西方面 都好喝的 就是我自己 真的 都試過很多 例如咸檸駱 咸檸七 但是呢 咸檸分泌我也試過 是很難喝的 那你剛才說 咸檸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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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檸� 不舒服喝的叫什麼?咸檸吉? 咸金吉 咸金吉 咸吉水 那個檸檬的咸是很棒 其實你如果有牙痛 例如你有喉嚨發炎 飛滋 有飛滋 飲咸的東西比較好 因為能夠下火 有鹽的東西 今天挺好的 但是咸檸七其實我推薦去哪裡喝的? 在哪裡呢? 在中環 中環美輪街